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一趴 最近看到很多獵人開箱影片 很可惜我沒收到 沒關係 那我們來開箱一個更難得的內容 門煞亞洲年會 簡稱AMG 那到底什麼是門煞呢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那我來為大家簡單的科普一下 門煞如果用獵人裡面的 組織來形容的話就有點像是 佐迪克甲族 他有一層神秘的面紗比較 少人知道這個組織 但他還有 入會測試才可以加入的 以佐迪克甲族是以甲族制的嘛 並沒有所謂的入會測試 所以可能更傾向於幻音女團 那幻音女團他們的入會測試是 只要擊敗 很遠就可以取代他的號碼 那門煞是要怎麼加入呢 他是透過 自力測驗 達到 全球的前兩趴就可以加入 也就是PR98 那 維基這邊可以看到 他是串立於1946年 算是一個國際組織了 在很多地方 很多國家都有分佈 那門煞大約是從2016年開始 舉辦考試的 以前在台灣是 沒有門煞考試的 如果你想要加入門煞是需要去國外的 那最近的話可能就是去香港 那從2006年開始就是陸陸續續有考試開始進行 然後一直到了 2020年 門煞 終於達到了一定的規模就是一定有一定的 組織 有幹部 然後一定的 會員 然後終於被國際門煞給認可了 然後也 登記成為全全國的社團法人 那 現在看到這個是2020年的台灣門煞年會 那這個是 當時的LOGO 那門煞他主要是有分 一般性的話有分 月會 每個月舉辦的 那有時還會有季會 就是三個月舉辦的 比較大型的 那再更大型的就是年會 每年舉辦一次的 那這個2020年就是年會 接著 門煞我剛剛有提到嗎 他在全球是有很多分布的 那這邊可以看到有五大洲 那每一大洲都有 许多的分布 那年會再上去就是 五大洲的各州 聯合舉辦 不算聯合 就是 輪流舉辦的 年會 那以亞洲區就叫做 叫做亞洲年會 那像這邊可以看到 亞洲區就有這些分布 那就會輪流舉辦 那非洲 歐洲 美洲大洋洲這樣 歐洲看起來是最多的 歐洲看起來是最多的 好那這邊接著看到的是 目前就是 有亞洲年會舉辦的 歷年來舉辦的國家 那這邊可以看到 2023年 韓國跟巴黎同時舉行 那這個原因是因為 韓國那時候遇到疫情 所以延後到2023年 那巴黎接下來就是巴黎 然後2024年就是台北 就是今年 就是在台灣舉行 算是我們台灣第一次 第一次的 亞洲年會 我們從2016年正式 啊 2016年 引進考試就是 開始有一個 雛形出來 2020年正式成立 過了四年嘛 又過了四年 第一次舉辦 亞洲年會 那你們看 接下來要再輪到 亞洲年會要多久 2025 26272829 至少五年後都還不是輪到我們 所以這個是一次 非常非常難得的 聚會 那 呃年會跟 亞洲年會有什麼差別 年會的話就是比較偏向於 地區性的 那可能 主要就是 只有你那個地方的人會 會去參加 當然也有可能是有會有外國人來參加 但比較少 那如果是亞洲年會的話 大家因為大家 都知道 每年的亞洲年會在哪個哪個地方 所以通常 最多外國人就會去 朝那個地方 就會去那個地方參加 所以算是規模更大的 好那我們接著就正式開始 今天的主題 AMG 那這個是我第一天拍的這個看板 就是那這地方大家看得出來是在哪邊嗎 這個是在台北南港的 瓶蓋製造 工廠 那這邊是第一天的活動 那可以看到這邊是 早上都是演講 那下午也是 還有一些演講 然後晚上是去帶外國人去饒河夜市 那演講的話大家可以去查這些基本上都是就是 去 找各個領域 優秀的人才然後來演講 當然也有門薩自己內部的人的演講 門薩 門薩裡面因為他們門薩 通過 考試進來之後 是有可能是有 各領域 各學歷 甚至是其他國家的 就是 各方面的人都有 那所以一定也有那種 可能某方面 某個領域非常優秀的 然後各領域都有 那也會找他們來演講 好那接著我們報導 就拿到這個 信封 那這邊寫著 M024 M就是Mensa 那我拿到了24號 那就有點像是那獵人的那卡包 24號 那裡面有哪些東西呢 啊這邊這邊先講一下這邊是 24號那 啊以今年 亞洲年會 的人數來說到底大約有多少人這個是昨天的西文稿已經出來了 那這邊也看到啊大約是來自29個國家 29個國家 29個國家 然後總共有 400 410個人參加 那下面這邊有一些演講的講者的一些介紹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在自己看 好那我們信封裡面有 一個手環 那這個是前一天的 另外一個活動 酒吧的活動 然後入場券 然後折迦券 以及名牌 那名字都擋掉了 OK 那名牌他有很多 很多不同的 分類 那我這個是最最基本最最多人有的就是最主要的主要 主要會員然後可能還有vip啊幹部啊 會長啊有的美的 來賓啊之類 那這邊是 第一天 第一場的就是開幕典禮 那這邊演講廳 就是大比較大的演講廳總共有兩個演講廳一個是比較大的一個比較小的 那這邊是 太極拳 太極拳 就是叫外國人 太極拳 讓他們體驗一下 然後蘇法蘇法體驗 然後這邊是門薩的周邊 就每年的年會都會有 都有一些新的周邊 然後 會員可以買 那有些都是限量的就是你可能 錯過了就沒了 這邊也是 好那這個是 他 轉面的話他會自會變原本一開始是台灣門薩嘛然後再轉過去變成MESA 那這個我不知道什麼東西這是杯墊嗎什麼 好 那這邊是 啊 叫外國人漢字 再來是這個 演講的地方 那這個是 透過AI去建立中文的語言模型 這個也有上新聞的 其中一位講者 那這個可能 可能比較多人會認識吧 這個就是前台大 校長 李思成 那我還是稍微講一下以免大家誤會 啊 我不知道 門薩官方請他來的原因 他的 想法是什麼 但是 不代表說 啊 門薩是 相信 玄學的 也不代表說 會員是相信的 對 就是讓會員 就是多 多參與不同的領域的演講這樣 然後了解一下的 那不代表說我們是相信他所以才請他過來這樣 那這個是 看板就是拍照的 給會員拍照的 那接著這邊就是晚上的饒河夜市 就帶會員去饒河夜市 還蠻多人的 好那這邊接著是 第2天的演講 那第2天的演講也是有很多的講者 以及 門薩 內部裡面的成員的 演講 第2天的演講 那這個的話是接下來下午的行程就是 有兩個意志活動 一個是 算是比較偏向於解謎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麻將大賽 那這個是麻將大賽的 產地 那這個是解謎 那解謎是分組進行的 那總共有23道題目吧 那這個也是解謎其中另外一個一個 另外一個測驗 那這個是線上 23道題目 那這個都有那個 都有名次的 然後也有獎品的 那每年 每年通常年會都會有 就是 基本的話一定會有一個 一些演講 然後加 自力測驗 至少我參加這麼多年 都會有 那當然每年都不太 就不一樣 講者不一樣 然後自力測驗的 也不算自力測驗就是給大家玩啦 自力遊戲 那也不一樣 那這邊是 就是那個解謎的產地 最後在那個宣布 宣布得獎的 隊伍 那這個地方蠻有趣的是因為 這次是亞洲年會 所以是 集合了世界各地 那所以有些組別我們都是 就是到了現場 然後 才講規則 然後才說 要分組進行 然後現場直接 尋找隊友 所以有些組別是 集起來了各個國家 有可能 因為大概 他們是規定五到八個 那可能五個人裡面五個人都是不同的國家也蠻有趣的 然後那時候冠軍隊伍是 集結了真的是集結了好幾個國家的 隊伍 他們應該也是臨時找的就是不同國家然後集結起來 然後獲得了冠軍 那這邊就是最後的晚宴 就是也是每年都會有的 就是最後最後的 最大的 大家是需要穿正式服裝的 你們可以看前面的話 服裝的話就沒有要求 當然 第一天的話 有時候會要求可以穿 洛伊亞中年會來說就會要求可以穿 傳統的 服飾 那第二天 反正一二天其中有一天可能會有這個要求就是可以穿但不是強制的 當然你也可以穿蝙蝠 那 晚宴的話就會比較要求可以穿正式服裝的比較正式的場 OK現在這邊也是有看到韓國人他們穿那個傳統服裝的嘛 那這個是表演 這個是有得金式世界紀錄的 的其中一個表演者 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收一下這名字 然後接著這個是 最後的花絮 就是這兩天的這個 重點 重點花絮 這就是每個國家他們集結起來然後大合照 剛剛有看到新加坡啊韓國啊日本之類的 小紅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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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是會員自己帶的那個桌遊來這邊玩的 那這個是會員自己帶的那個桌遊來這邊玩的 叫做set應該蠻多人 喜歡玩桌遊的一定有玩過 那就一群人一起玩 也蠻有趣的 通常每年年會就是晚上的時間啊就是沒有行程的時間 會員他們會在飯店然後找一間房間然後大家一起玩桌遊啊聊天啊喝酒啊 是蠻不錯的體驗 像以今年來說 也有就是找一群人啊一群外國人啊一起去體驗酒吧 夜店啊 或是去唱歌啊 都有 好那接著這邊是 日本他们 日本他们宣布 接下来2025年是换他们举办嘛 那他们来做介绍就是有点新火相传的概念 那明年换日本的话 接着也会有再在下一个国家 最后也会来宣传一下这样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日本的宣传片 听说日本这次办的蛮厉害的 经费 蛮多的 好像是在一座无人岛 不是无人岛 人造岛 人造岛屿举办 日本算是规模比台湾更大他们已经 历史算是蛮悠久的 韩国日本好像是 亚洲区 比较悠久的 对他们的这个经费啊 会员数啊 都是蛮多的 规模就是会 比较好 比较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K 好那接著就是最後的那個 活動晚宴的活動 那通常大家可能會覺得 門上人是不是都愛人比較多 外面 上面DJ在嗨 然後大家 安靜的坐著 是嗎 不是 最後大家蠻嗨的 嗨到有點像夜戀 我這邊算是在遠一點的地方拍 所以比較沒有那個氣氛 如果近一點的話 那氣那個氣氛更強烈 我看到有其他影片 更靠近那邊是非常嗨的 OK 那最後是門煞的大合照 就是這一次參加亞洲年會的 門煞會員 各國的門煞會員 全部的人 在這裡 好 那 今天的開箱影片就分享到這邊 那最後 最後 來送一點小禮物給大家 算是 回饋給支持我的各位 那如果有按讚 然後訂閱 留言 留言 留言要留什麼呢 關於門上你最好奇的事 接著就可以參加抽獎 那講一下這獎品 這個獎品 這三個應該都算 都已經是絕版了 這個勳章啊 這個徽章啊 這是2020年 就是我剛前面有介紹的 我們正式成立 那時候出的徽章 也沒了2020年的 這一個 這個是最稀有的 那還有兩本記事本 基本上已經加入了蠻久 我已經加入了 我幾乎是看 看的這個台灣門煞 從無到有幾乎啦 從LINE群組的建立啊 臉書啊 官方網站啊 然後臨時理事會啊 然後再到正式理事會啊 然後第一次年會啊 整個過程幾乎都有參與 所以你們基本上你們想了解的 我幾乎都知道 所以就發問吧 問你們最好奇的事 那我會調一些問題回答你們 那並從裡面抽三個 然後送這個禮物 勳章以及兩個記事本 所以總共三個人 好 那就感謝大家收看啦 我們下次見 拜拜